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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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風聲在傻傻作響 敲打著誰的惆悵 思念在一瞬間生長 再忘了也多漫長 掌心的淚我到滾燙 只願為你散生痴狂 落花滿天有溫情香 與你天地間徜徉 如果愛太荒涼 我陪你夢一場 贖回你所有淚光 這一路有多遠 這三世有多長 只收到地老天荒 風起起舞茫茫 雨滾滾雪漫漫 一步步都陪你同往 牽著手別驚慌 管明天會怎樣 哪怕註定流浪 哪怕海角天涯 手牢牢不放 愛念念不忘 人生何須多輝煌 俗話的終生空 執著的都隨風 進路和許多跌倒 遙遇多少風浪 心不再搖晃 一起稀疏著過往 陪你等風停了 霧散了 雨逐了雪滑了 再見 絕美月光 還有我在你身旁 還有我在你身旁 蘇蘇蘇叩見樂婿娘娘 那日在大殿上 我為你舍命求情 不是為了你 是為了你腹中 葉華的骨血 你可明白 我明白 只是我在凡間 與葉華已對大荒發過誓 敗過天地了 我們已經是夫妻了 他是天族太子 有自己的命中姻緣 你們在凡間做的事 不作數 可是就算是在凡間 放肆 本宮說話的時候 你只能聽著 這是天族的規矩 是 參見本君 參見本君 祖先 帶本君去見太子 是 不必多禮 為何不小心行事啊 是孫兒太過急切了 天兵到長海 當夜就開戰 也算是兵情險招 是 孫兒幹人受罷 夫君 葉華這一次 被砍的生死尾部 也激起了將士們的鬥爭 他們僅用了三日 便大獲全勝 葉華也算是立了功了 你們都退下吧 是 前幾日 我帶回來一個凡人 府中竟有你的骨血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天君說的 可是東荒郡奇山的女子 不錯 蘇兒奉旨去消滅金霓壽事 受了點小傷 蒙這位凡間女子搭救 他腹中的骨肉 算是孫兒報的恩 既然是報恩 但也沒什麼 你將來要接我的一波 太重情便不是什麼好事 你只要記住這一點 我便沒有什麼可操心的了 不過 他既然懷了你的孩子 就留他在天上了 宋兒認為 一個凡人留在天上 不合天作禮法 何必如此費事呢 天家的孩子當然留在天上 流落到野地裏 便更不是個體土 他仍已在九重天 帶你養好傷 從長海回去 再另行安排吧 宋兒遵旨 天君 肃經有話想說 你要說什麼 那個姑娘 她雖然只是個凡人 但是腹中 已經有了太子殿下的骨肉 臣妾想 既然天君已經降旨 讓那個凡人留在天上 倒不如再降一道恩旨 賜她做個策妃 策妃 小天孫的母親 若是無名無憤 月後降生 免不得會被人在背後笑話 不可 她是凡間女子 不可做太子的策妃 不錯 若是隨便就封這個女人為策妃 這會有違天族的禮法 還有清修白遣這邊 也會無法交代 所以肅瑾天妃這個主意 實在是不同 好了 既然葉華正在養傷 本君就不多留了 你替本君好好照顧葉華 父君放心 我也算是看著肅瑾長大的 怎麼越發看不到她的心思 葉華 父君把你看得比誰都重要 你雖能保住肅瑾一時 可若想她在天宮長久平安 絕無可能 待她平安生下孩子 我便讓她引下王川水 將我王哥乾淨 徹底了斷 你真是她的事 怎麼看不得了 你要去看看 我愛不得了 她不得了 她不得了 你最為懂事 我無法無法 remove 你會不得了 你會把事情 你擔心 而做出來 你以為 你會 ев賭 天君 这面铜镜 是太子殿下随身携带之物 那日殿下受伤 臣妾将他捡了回来 天君猜 臣妾在这里面 听到了谁的声音 是那个凡人的声音 你是说这个镜子 是他和叶华之间联系的法器 太子殿下是什么性子的人 天君最为清楚 如果真如殿下所说 对这个凡人不看重 又怎会赠予同敬 天君 你不是一直在担心 太子殿下成为第二个二殿下吗 所以臣妾方才所作所为 都是希望那个凡人留在天宫 在我们眼皮底下才好处理 好 你继续替本君留意此事 是 拜见天妃 拜见天妃 你是 我是长海水军的二女儿绿秀 夜这么深了 你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我是来给太子殿下送补药的 这是我们长海的特产 千年才能长出一株的水灵芝 对太子殿下的伤势恢复 很有好处的 这样吧 我替你端进去 来 公主殿下 快去歇息吧 可 怎么 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事吗 我 绿秀告退 祝国 是 殿下 还须静养至少二十日 伤势在此 不妨 先下去吧 是 太子殿下 三殿下 三殿下 起来吧 是 是 宫中有什么异动 回禀三殿下 就在昨日 昭华宫突然间失火 险些 险些伤了那位凡人姑娘 为何会起火 臣也不太清楚 听说是义军离境的坐骑热的祸 是个意外 是 立刻回天宫 是 参见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叶华 放肆 以你的身份 见到太子 应该行什么礼 你 宋叔 叩见太子殿下 姆菲 你已有身孕 日后无需行自打理 退下吧 是 来 娘娘 太子殿下这么快就回宫了 是 或许这伤势 并没有传闻中那么重 天君已经封了药王的口 叶华又是个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咽的性子 究竟伤得重不重 也只有她自己 和她身边的人最清楚了 现在才能够丁面本身 这些人也有变化 太子 少年了 不该看见 比较好 帝君 就是 那天我路过喜巫宫 见你从里面出来 我去喜务宫做什么呀 那个方位 除了喜务宫就是朱仙台 莫非你去朱仙台赏月 对 那晚月色真美 让我想起青秋 不觉我就走向朱仙台了 去朱仙台赏月 是啊 那晚景色宜人 月色也特别特别好 然后 我就觉得在九重天真是好 连月亮都可以看得那么清晰 月亮大大的 月 是吗 喜欢 就常去走走吧 谢帝君 再说 我现在就在我上了 你才能把他们的 北最后的 我旁边做的 我都要改善自己的 我现在去 我是说错什么了吗 四明 诸仙台是什么地方啊 为什么我方才跟帝君说 我要去诸仙台赏月 帝君他怪怪的 我是说错什么了吗 小天下来这天宫里 也住了有些日子了 没听谁说起过吗 从未听人提起过 也对 小天下住的是 仙俄门的偏殿 那些个人自然不会说起 这诸仙台呀 对神仙而言 自来是个不祥之地 等贤的仙站在上面 半点法的也使不出来 那是个晦气的地方 真的吗 你不是骗我的吧 寻常的仙都是绕着那处走 去诸仙台赏月 帝君他老人家 是懒得搭理你 这依览芳华 都荒废好几万年了 累得半死 这才弄得干净些 是啊 跟着这个女人 有什么出息啊 太子殿下 是谁让你们来的 回太子殿下 是乐虚娘娘 特地让奴婢几个 过来侍奉 侍奉这位新娘娘 在这九重天上 只有有接片者 才能有仙俄师父 他并无接片 你们这样会坏了天规的 乐虚娘娘是担心 这一览芳华 数万年没助过什么人 怕掀弃稀薄 不利于养胎 便让奴婢几个 还不退下 是 是 燕花 你之前是不是受了很重的伤 你的伤怎么样了 没事 倒是你 你伤在哪里 可还好啊 试着这个梦 你无大碍了 弘烈夜火留下的伤 是去不掉的 日后用衣袖遮住就好了 是 是 素素 委屈你了 当我既已回宫 便可以放心 我不会让人再为难你了 难怪 难怪你之前 从没跟我提过你的家人 也没带我见过他们 你为何从来不告诉我 你就是九重天上的太子 对不起 但我当时告诉你 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对不起 那日后 我们该怎么办 日后你又在这天空中 都要谨言慎行 在外人面前 我得对你冷漠 但你要相信我 这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你 对不起 素素 我只希望你在这西屋宫中 好好静养着 平平安安地 把孩子生下来及格 切记 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来往 来 奶奶 太子殿下 这是日后侍奉你的仙儿 娘娘 奴婢名欢奶奶 是被太子殿下 从下界仙山提上来的小仙儿 日后 日后就留在一览芳华侍奉您 娘娘 我去给您准备晚膳 来 真的是太子殿下 前你们回来的 回娘娘 奴婢们确实是被太子殿下 遣回来的 虽是个没什么名分的女人 但毕竟怀了太子的骨肉 若无人伺候 出了事如何是好 奴婢名回来时 听太子宫中人说 殿下从寝殿 带去了一个 刚从下界仙山提上来的 小仙儿 去伺候这位新娘娘 刚提上来的小仙儿 不懂宫中规矩 如何能伺候妥当 回娘娘 喜无宫中的人说 殿下回到宫里后 就自己随便从寝殿里 点了小仙儿侍奉 那小仙儿也没什么资历 怕是连宫里的规矩 都不清楚 下去吧 是 娘娘 看起来很不安 天君最忌讳几位殿下 太重情 当初二殿下的那件事 至今无人敢再提起 堂堂一个天族皇子 被贬到北海去做水军 我真是担心 他不二殿下的后尘 最后落得一个 只要美人 不要天下的闹剧 天君说 太子殿下 还没有请旨 娶这个凡人 他就是请旨 天君也不会同意 你 那个素素 他本来就是一个凡人 生完孩子后 自然要回到凡间去 我只是担心 此事若传开了 多少会对殿下有所影响 引来青秋的不满 天君也孤立到青秋那处 以下旨将此事压下 喜吾宫有大小 上百个院落 侍奉的仙额如此多 只要底下的人不议论 不会有多少人知道 这喜吾宫里 还有个一览芳华 而那一览芳华里 还住着个凡人 如此最好 太子虽然未将这个女子 放在心上 但是 她毕竟是太子的女人 你自小 在本宫身边长大 最知晓 这九重天的礼仪和规矩 有空的时候 替本宫交一交答 肃锦明白 太子殿下 进来吧 谢殿下 太子殿下 那日一战 太子殿下活生生挨了 焦人统领一刀 可将臣党吓破了魂哪 是啊 看太子殿下 如今神清气爽的样子 根本不像受过什么伤啊 该不会那是一技吧 为了鼓舞士气 彻底剿灭焦人族 好 本君听闻 义军离境 递了折子上来 说北皇有人带兵 连夺我三城 太子殿下 确有此事 朕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当年离境 被天军扶上义军的位子 他的掌兄梨苑 则被押到了极寒之地 不想这梨苑忽然逃脱 所以起兵造反 说起来 还是七万年前那场大战 留下的祸端 诸位 都是经历过七万年前大战的 且慢慢说与我听 请坐 是 殿下 是离境的 内人 老大战的 最遇到 ting freedoms 我就帅座了 證書 你把她看着 她知道 她帅座呢 老婆 不死啊 太子也算了 不死啊 哪儿 哪儿 必须 你吃茶 奴婢给你倒水 倒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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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 娜娜娜 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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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在天宫哪有什么朋友 是个男人 看上去挺贵气的 贵气的男人 昨日姑娘走后 我的吴依说姑娘有了胎气 而且很不稳定 所以前来看看 你怎么知道我家娘娘 在亦览芳华 娘娘 不错 我家素素娘娘是太子殿下 是喜务宫里唯一的娘娘 没想到过了一日 娘娘就已嫁入喜务宫 为什么太子殿下 没有发出喜帖 他 他 他受了重伤 方才回来 让臣再为娘娘细细地把把脉吧 我不知道 合不合规矩 只是平安曼而已 应该不会坏了规矩 义军说错了吧 这天宫里的规矩可是多得很 如今让你异界的巫医 给我们喜务宫里的娘娘枕脉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天宫里的药王是无庸之辈 还是让我请药王来给素素看吧 这位是 回义军 我们家娘娘就是天军兴风的肃锦天妃 是锦 不妨 不妨 我也是刚才看到了大门口的火麒麟 才猜到屋里有义军 既然素性娘娘都这么说了 我也就不多此一句了 告辞 天妃 你要娘怪兴礼啊 天妃 你是太子殿下的人 以后人前行礼就算了 人后就不必如此多礼 谢天妃 有身子的人你要当心血 坐吧 君上 君上 君上去了何处啊 我去了喜务宫 去找太子殿下赔罪了 太子殿下不在宫中 我就顺便去看了看昨日的那位姑娘 昨日的那位姑娘 殿下只不过与她有一面之缘 为何专门跑去见她 殿下可别忘了 她是太子殿下身边的人 你想多了 我只是愧疚于火麒麟伤了她 带巫医去看看 天宫有要望 何需大子民宫的巫医 好了 我对那个女人没有任何想法 你别再说了 君上 臣妾只是怕君上得罪了太子殿下 所以才会如此紧张的 本君知道 不说了 法会就要开始了 我带你出去走走 你们干什么 义君是贵客 可这位娘娘却是天族的叛徒 还是请娘娘回到客房内休息 直到返回义届吧 你们不能如此限制我 我是义后 娘娘请回吧 你们竟敢如此对我 你先回去歇息吧 今日有宴席 我必须得去 你在客房等我 君上 我是义族之后 也是你的妻子 他们如此对我 不是在羞辱你吗 羞辱我又如何 义族的太平才最重要 快进去 当初 你被天君带上九重天 我本是想听你说情的 可是天宫里天归森严 幸好 又乐虚娘娘护住了你 你不用怕 等你生下孩子 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一览芳华听着名字不错 可是内殿 怎么竟如此简陋 这墨河笔 也并非是叶华喜欢的 叶华没有说要换吗 这些都是奶奶摆放的 叶华并没有留意 叶华没有说要换吗 也是 他娇人族一战险些丧命 刚回宫又日夜忙着处理政务 怎会注意这些 险些丧命 你没看到他身上的伤口 那是被斩破神刀砍伤的 当时我也在长海 我怕他真会死 守在他身边几个日夜 却不敢多看一眼的伤口 他历来就是这种打碎牙 往肚子里吞的性子 自然不肯说自己伤得有多重 从前我们在一起玩耍时 他偶尔受了伤也不会说的 是吗 是啊 他这个闷葫芦 你也别多想 他从小就是这个性子 从小便是 我陪着夜华一起长大 后来我嫁给天君 他便不常跟我说话了 不说这些了 凌宝天尊 这几日开了个法会 四海八荒的神仙都会去 他又是太子殿下的师兄 殿下自然也会去一趟 还有 这天宫里烧有些接品的人 都得了帖子 你可以想去看看 没有夜华的指示 我不能离开这里 你随着我出去 没人会拦你的 今日呢是乐须娘娘要我来 带你出去走走 妹妹 你既已是太子殿下宫里的人了 你也得学着应付这些呀 乐须娘娘 乐须娘娘 也晓得夜华不能多陪你 怕你闷 让我带你去法会走走 妹妹 你既然已经住到了 太子殿下的宫里 你就应该把自己 当作是天族的人 天族是这四海八荒的主人 是君 旁人都是臣 你说你现在 连出去走走你都害怕 日后你还要陪着夜华 去受寻仙跪拜 那到时候你岂不是更慌了 这天族的规矩我不懂 若是之后还说错话 还请姐姐多教我 好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教你 让天真对你满意的 谢谢姐姐 这就对了 这把扇子 我看着倒像是昆仑须的法器 玉清昆仑扇 这扇子是赝品 之前我确实跟玉清昆仑扇很有缘分 在凡间的时候 还因为这扇子被人算计过 不过还好 后来那扇子送人了 我又拿到这个赝品 那既是赝品 平日就不要戴在身上 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倒不随身携带 将它放在殿中 奶奶 替我将扇子收好 是 当心些 毕竟是有生孕的人 将你家娘娘 放心交给我吧 是 甜品 痕痕 碎 词 袁手 词 你在远方眺望 耗尽所有目光 不思量 自难向往 遥遥桃花亮 前世你怎设想 这阴海情茫茫 海骨作不痛 多样不坚强 都是假象 亮亮月色 为你思念诚恳 化作春你 恨顾着我 千千岁月 浮满爱人羞 翩翩芳飞 如水流 流流天一连夜一生花色 落入凡尘伤情周 瞬间一度情节 难留遮疚的心 还有几分前生的恨 两要三生三世恍然如梦 取得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忍 就让情分落九尘 两要四里何时还会穿上 又见树下一盏风寸 我花又已流水 无尽别人暗怨爱恨 两头麻花的船 无声缘遣迹 漫 efficient 无声远 感谢观看